无限峡谷的事情必要没有那么简单 这张地图就特别像里面的一种灵异世界 灰大墙 收散关注点一点 娜娜每天在身边 众所周知 我的世界是著名游戏公司 Bug将推出的一款杀核游戏 从公司面就能看出 这个游戏中肯定有很多bug 但我们M4玩家一般把bug称作特性 那今天的视频 娜娜就给大家带来三个经典的特性 地图种子 每一张地图的视觉下我都非常震撼 甚至说有一点点诡异 尤其是最后一张地图 真的会刷新你对minecraft的认知 那么接下来 来到今天的第一张地图 无限循环矿洞 种子码 107038380838084 进入地图后 我们在海中的孤岛上出生 一切景象看起来都非常正常 但是当我们切到观察模式 钻到地底 就会发现事情必要没有那么简单 在地下 居然有一道接一道 无限循环 无限套娃的矿洞 而且每个矿洞的结构都一模一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鬼吹灯啊 这张地图就特别像里面的一种灵异世界 龟打墙 不管你怎么挣扎 怎么奋力的挖掘 都永远无法走出这条矿洞 再配上阴森诡异的BGM 画风一下就变成恐怖游戏了 如果你想亲自体验这张地图的话 记得使用1.12以下的版本 不然这个特性是不会出现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张地图 无限循环的地道 种子码 1643-112-668-71034 嘿嘿 是的 又是无限循环 今天的三张地图都是有关于循环的 这张地图就要比上一张复杂的多 层层叠叠的地道交织在一起 像是一个巨大的蜘蛛网 如果要用一个电影来形容的话 我觉得是盗梦空间 就是那种层层梦境贯穿在一起 让你无法认清身处的空间是虚幻还是现实 如果我在这里迷失了 真的是要被困到天荒地老了 我们今天一共三张地图嘛 咱就不掉大家的胃口了 加快节奏 直接进入最后一张地图 无限峡谷 种子码 1070-3838-08-38-08-08-3 这张地图是无限循环的地下峡谷 复杂程度是三张里最高的 它和前两张地图不一样的点在于 这里有一条贯穿整个世界的通道 把所有的峡谷都连通到了一起 这条看不见镜头的涌道 视觉效果确实很震撼啊 我们可以严重撤离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到柯南的完结了 还是走不到 还是走不完 当然我应该是看不到柯南完结了 只能拜托我的儿子或者孙子在完结的时候 到我的墓前 上一口黄指 让我可以安安心长眠 看看下 那最后的最后 再提示一下大家 想要游玩这张地图 需要在1.14以上的版本中创建世界 1.14以下的版本 只会出现一堆杂乱无章的宽洞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个赞 关注我的频道 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视频 我是娜娜 咱们下期再见 播播播